华联县警察局北浦派出所的副所长蔡大卫 23号晚间为正常出勤 同仁前往宿舍查看 发现她趴在床上没有反应 紧急送医仍宣告不至 检察官24号相宴遗体 研判是心意性休克 北浦派出所副所长蔡大卫 晚间6点到8点有巡逻情务 直到6点20分同班同事 仍不见蔡副所长出勤 于是上2楼到副所长警用宿舍查看 发现蔡大卫趴卧在床上没有反应 立即通知119到场 经送往国军花莲总院急救后任务效 蔡大卫副所长在新成分局服务超过30年 临时热心服务 深受游客以及民众的好评 这一次应公殉职 陷阱查局以及同事们都感到非常遗憾跟不舍 陷阱局也表示会尽力协助家属后事